这里是大理的金宝蛋品科技 上午员工们都正忙着做垃圾清运 全部都是一些废弃的蛋品 但是对于记者询问 他们就是台中市政府查出 他们将土耳其巴西等进口蛋 做成一蛋之后 标示为台湾一试 员工们都不愿意回应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画面 20号公司的高层已经紧急开会 并且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 他们只是接受鸡蛋加工专案的厂商 并没有库存也没有贩售的行为 目前会全力配合食药署的鸡茶 那么接着呢 记者又转往大雅的新德茂食品 那针对这些敏感的议题呢 他们同样是不愿意受访 只有透过电话简单的回应 可以测了啦 因为我们不会就是有什么回应 确实是农业部叫我们 做的没有错嘛 产地是标台湾是农业部指示的 我们只是依照农业部的指示 去做就对了 你看他上面的发文就知道了 所以他的发文是没有错的 农业部的承认是没有错的就对了 目前全埋已经交由检调分案侦办 但业者私下都表示是农业部指示 他们将产地标为台湾 但自己却因此被当成了不肖厂商送办 觉得很冤枉